全长60公里长的南茴县 有着台东人骄傲的台东栏 有外地人羡慕的衣衫放海 看似美丽的景色里 却存在着陈娥的医疗困境 南茴居护所的护理长翠华 行车在蜿蜒的山路里 准备前往访视个案 这是他们每天都在执行的任务 我们居屋所有总共有 连我是四个护理师 那我们就会自己去规划 我们有各地区的 那各地区的那个路线 那今天要防大概 因为我们路差很远 所以我们大概一天最下来 最多就是防四 防到四到五个很丁 五个就很丁 因为我们一次去就是 你知道吗 从大五可能最遥远 就是到太马里 这样应该要四十分钟 去一趟是四十分钟 来回就是大家这样 整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看一个个案 大概要三十到四十分钟 这样的日常 在疫情爆发后 显得更为重要 四月全台疫情再起 南回县上的原乡部落 也无法倾免 根据台东县政府统计 截至六月八日 全县累计确诊数是 一万九千八百一十六例 其中南回县上的 太马里乡 金峰乡 大五乡 达仁乡 确诊数总计有 一千五百九十三例 但是总计人口数 约两万三千多人的四乡镇 辖内只有四间卫生所 跟一间健保药局 还有两间中西医诊所 要负责服务员辽阔的 南回原乡部落 要支撑原乡的防疫系统 承载许多困难 五点就来就放米纸 然后米纸四早点 米纸我前面就六格了 我们五点就来盘 五点就来换 可能他们四点多就来 我下午六点 六点半就来摆了 疫情延烧后 排队购买快筛事迹 成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南回县上的居民 每天都要提早驾山抢购 我们因为一开始前两周 抢排得非常凶 大家非常抢手 那我们就变成 因为卖这个又需要人力 我们又要打疫苗 又要看诊 然后又要视讯看诊 还要排人去卖这个快菜 泰玛里地区只有一家药局 然后附近还有两家卫生所 但是突然疫情开始出现的时候 都是一家人一群一群的才能起来 那时候发费给我们的量 其实是根本是不够用的 村子也很紧张 大家都很紧张 现在在都市 当然大家快菜很容易取得 但是在平常真的是很难 也去药局嘛 都未必能来得到 然后尤其是在住在山山里面 可能也许就算有发工费 也是在卫生所 其实卫生所在那个村庄 附近还OK 比较远的村庄要去哪 甚至太不方便 就代表来说 我们这边很多的古居老人 他们快筛的快筛式的取消 非常不会 这样 民众取得快筛后 会不会使用也是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 南回元湘还得面对快筛阳性后 因为四乡镇没有设置PCR筛检站 居民就得花两个小时的车程 到台东市区医疗院所做PCR检测 甚至有些老人家可能他连快筛 四季都没有了 我会免费送送给他 然后帮他做快筛 因为有些老人家可能他也 到底筛的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啊 所以他会担心 会邀请我们去 当然我们是尽量不会 尽量能够让个案自己筛是最好 因为毕竟我们 物理也不要去接触那些救诊个案 所以但是 真的有些没有办法自己筛的人 我还是想办法把他快筛 我等一下给你做那个快筛 阿里通好不好 阿里有没有口罩 口罩有口罩 你帮我戴一下口罩好不好 你的口罩戴一下 像我今天做了快筛 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长者 他第一个他不方便出门 那他加上他自己不会快筛 对然后我们就去帮他们做快筛 我们昨天试着用视讯 教我怎么快筛 确实有达到效果 因为他们直接塞了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看了之后 是阴性的 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去给教学 快筛不够 在地卫生所及诊所 结合民间组织 合力满足原乡的快筛需求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又有一个难题来了 5月中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进入大规模流行阶段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5月底宣布快筛阳性等于确诊政策 开启视讯看诊服务 保全了工卫防疫及PCR採检量能 却忽略了原乡的特殊性 在视讯方面 比较困难的是 就是要教病人怎么用视讯 对那有的会先来 打电话来诊所问 那我们就会教他 那可能就会花一些时间 那一个就是 他要视讯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是 小米代表在他的旁边 教他怎么视讯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阳性个案 所以我看到镜头的时候 我觉得他蛮勇敢的 那我们就教他说 要怎么消毒 怎么去就是 让自己可以安全这样 快筛阳性就可以 视为确诊就可以拿药 问题在于 到底边一样有多少人 有麻烦做视讯 视讯看 这是个大问题 也不是每个老人家 都有智慧型手机 原箱靠着互助方式 解决视讯看诊上 碰到的问题 接着的领药送药 在服务员辽阔的原箱 对医护人员 又是一个考验 我等一下外面有椅子吗 你不要出来 我把药 我把药放在椅子上 还有那个 还有你儿子的那个 裁剪棒两支 我就把它放在椅子上 有需求 就请他们用视讯的方式 如果他们家里面的人 有几组区隔的人 可以来领药的话 我们就让他们自己来领 像这样全家都被区隔 没有人可以帮他们领药的 我们就用视讯 视讯完毕 我们就送药过去给他们 好那我等一下就放在家的椅子上 外面的椅子上是吗 好 好 你再出来哪 有问题 你再用电话跟我聊 我们这个地段是两个护士 那今天另外一个护士 刚好请假 对 像昨天前天都是他送 因为我卡在门枕上面 没办法去跑出来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门枕的工作里面 在卫生所的那个门枕的业务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利用下班的时间出来 我们卫生所同人都这样 几乎每一个都要加班 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要被感染了 然后硬性 要不然就是不想硬了 早上起来身体又好了 就继续上班 量体温也没有烧啊 就继续 但是真的身体会疲累 对啦 这个是事实 南回线上的原乡 医疗可净性不如市区 医护人员亲力亲为 要负责的业务 从麦快筛 打疫苗 视讯看诊 送药 追踪确诊者病况 除此之外 还有原本负责的肺结核等医疗业务 这些都是疫情下的医护人员生活 那现阶段就是需要靠很多单位的共同的合作 比如说商工所 卫生所 甚至代表 就是亲朋还有邻居都要互相帮忙 这样子 目前啊 我们国中央的政策都是 让民众自动自发 自己去通报 自己去做栽检 可是 对于原乡来说 这个部分太困难 因为太多都堵居老人 他们根本也无手势走 所以 对原乡来说 应该是我们公布要主动出击 包括我们自己民间的团体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的区务所跟协会 我们主动出击 因为对他那里来说 你要叫他们自己去通报 自己去做栽检 那个对他说太困难了 从快栽式机购买 视讯看诊 领药 送药 政府的每一个决策 原乡就必须自主应变出 符合在地性的因应方式 中央提出民众主动就医 自主回报的政策 在南回县面临的现实困境中 挚爱难行 在有限的人力下 有限的资源下 卫生所 诊所 民间团体 地方组织 部落 合力为原乡的防疫政策找出路 只期盼有一天 原乡的声音不要只在山里回荡 是可以直达中央 反映在政府的政策里